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个停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持旧银行之际 祝大家身体健康 财源滚滚 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的号称是永远可以连上的 迷屏 并且主要的优点是可以长期免费 它的速度非常快啊 这个随随便便可以跑到四万开八万开的每秒的一个速度 在同类免费的VPN当中呢 算是遥遥领先的啊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等下我们打开浏览器 进入到它的官网 OK 这里出了一点问题啊 也是很多小伙伴进不了它官网的一个原因 然后输入网址以后呢 它说你的连接不是专用连接啊 攻击者怎么怎么的啊 这个 那很多小伙伴到了这一步以后呢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点这个地方高级 然后这个点继续访问就可以了 OK 这个VPN叫火箭加速器 火箭加速器 号称是永远能连上的VPN 那三秒急速连接 长期免费使用 它应用支持是超过一圈夹的啊 超过一圈夹的了 包括大家看到这一个呢 这些常用的啊 它都是可以支持的 这是没问题的 OK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有支持三个版本 一个是Windows版本 一个是Mac版本 一个是安卓版本 那么LS版本呢 它目前是不支持的 目前不支持的 那它科学上网没有任何的限制 没有任何的限制 全球服务区部署 稳定快捷 OK 那我们呢 今天呢 就以这三个平台为例啊 分别做一个演示 OK 大家下载的话就点这里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我已经下载过了 在这边呢 我就不演示了 OK 我们首先在安卓环境里面 先做一个测试啊 OK 我们用那个零电模拟器来模拟这个 安卓的环境 来测试一下这款这个VPN 模拟器打开中啊 稍等片刻 OK OK 我们顺利的打开了零电模拟器 我们来安装一下刚才这个软件啊 OK 它是火箭加速器的话 下载安装以后变成白金加速器啊 我们点击 打开它 这里允许一下 允许一下 OK 这个地方未登陆啊 我们登陆一下 这个地方立即注册 OK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在这边是要邮箱跟密码就行了啊 那这个邮箱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这个临时邮箱来注册啊 OK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这个地方是一个临时邮箱的网址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不知道的话 你们把这个邮箱地址去一下 这个地方加载完以后呢 就出来一个临时邮箱 我们就给它在这里点这里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以后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邮箱给它拷贝上去 然后这个密码我们随便设置一个啊 密码我们随便设置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确认密码 OK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邀请码啊 邀请码的话你可填可不填 有的话就填一下 没有的话就直接点立即注册就可以了 OK设置好以后我们点立即注册 OK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成功登陆了 我们点击一下账号 大家看到啊这个账号是临时邮箱注册的啊 你最好把这个邮箱记起来 不然的话你到其他地方用这一个的话 登陆不进去了 这是免费套产普通限度 它的有效期是30天 那这个号称是永久免费的 怎么会只有30天呢 没关系啊30天过了以后重新做这账号就可以了 重新做这账号 用到临时邮箱就行了啊 这样长期可以翻销下去 OK这个地方呢我们 来选一下绝点 那这边下面都是那个好像是VIP的 我们随便点一下 在这仅限VIP可以用 那我们就选这个免费的节点 我们就选自动模式就行了 OK这个地方我们的连接请求 我们就确定一下 现在正在连接 OK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为保证使用过程中 VIP不动弹 建议您将本APP设置为后台保护 避免被自动关闭 OK现在看到这个这个星上面的话呢 有一个WiFi的信号啊 表示它已经连接了 这里显示已连接 OK连接的话我们来到首页啊 我们来到首页 这个地方呢我们打开网站去看一下 啊这个地方来讲啊 我们试一下YouTube 我们常试打开YouTube OK这个打开的速度看起来还是蛮快的啊 还是蛮快的 OK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 啊速度非常的快 直接就开始播放了啊 直接开始播放了 我们看一下它现在是自动1080P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速度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目前的速度是6500 6500啊 我们这个稍微快进一下 OK快进一下基本上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现在是1080P的一个清晰度 现在是1080P的一个清晰度 网速不是太稳定啊 现在是4000多 4000多开的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的话 看这个1080P的视频是没有问题的 流畅的 OK现在是降到3000多开 每秒了啊 每秒3000 3兆多的一个速度 啊可能也就最高看看1080P的 我下午测试的时候可以到4万8万每秒啊 现在是晚高峰七八点半晚上 所以说这个速度可能有点慢 OK安卓环境的话 我们就测到这里啊 它是这个跟安卓手机上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效果 我们关闭浏览器 我们点击停止啊 点击停止它 OK接下来的话 我们演示一下Windows环境下的啊 Windows环境下的 我们还是一样的啊 这个 我们点击安装一下 我们点击登陆 登陆以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状态是打开啊 这个地方状态打开 OK打开以后我们 打开网站去试试一下啊 我们进入YouTube看一下 这个打开很顺利 非常顺利 我们随便点个视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缺了多少 现在是在电脑上啊 Windows的环境下 它的速度缺了4000K啊 跟刚刚那个 啊 啊 模拟器里安卓环境下的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 那这个画质也是1080P的 我们给它拉一下 快进一下看看 快进一下的话 加载很快 没有什么延迟 现在一直稳定的4全开啊 每秒4兆的一个速度 这个看1080P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的 这期视频就介绍在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门关注